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将就为主题 串联台北市十大年卫商圈共同行销 让民众感受到年节文化 也因应疫情逐步解封 开放民众试吃 抢供年节商机 6号登场的台北迪化年货大街将开放试吃 但呼吁民众逛街戴口罩试吃不走动 台北市政府串联十个商圈及网购平台推出振兴活动 盼提高民众采买意愿 年货大街一直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年节市集 我想也是所有台北市民从小到大的回忆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特别串联了十大商圈 然后让商圈自主推出很多的促销活动 就是希望共同来振兴我们疫情趋缓之际的相关经济 然后也鼓励民众来消费来拼春节的商机 那至于疫情的部分其实我们昨天也召开了疫情应变会议 跨局处大家来讨论 所以包括医疗量能的盘点 还有包括大家很关心也是最重要春节期间的疫情状况 其实我们都有掌握 那在这边也可以跟大家报告 我们包括口罩 拜塞试剂 口服药物 目前都有三到六个月的库存量 市民朋友可以放心 对这个部分我们当然还是透过柔性劝导的方式 尽量让民众能够还是留意 目前疫情有可能在即的状况 那主要就是希望民众能够来感受年节的气氛 然后共同拼春节的商机 那至于事实的部分 我们也是希望民众能够稍微留意 能够采买南北货 然后全家一起逛逛街 我想这是主要的目的 关于商圈振兴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逐步在规划 也会以主题式的方式 能够在疫情趋缓之际 能够振兴整体的商圈经济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在规划当中 那也希望利用春节期间 还有甚至接下来 我们台湾都会在台北 从过年前到年后 甚至从这一次年后大街 迪化街的南街到北街 大家都能够一起拼春节商机 这个活动已经举办到现在 不管是以前民间的商圈自办 到今天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 台北年华大街 从以前开始呢 从最近开始呢 就很多的商圈共同来主办 共同来协办 也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台北过好年 台北的年华大街 是台湾的指标 是台湾的先驱 那半个十几年来 各地都在模仿 那我们也乐得让人在模仿 因为把台北经验输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台北市商业财业会 一直在推广的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做数位转型 所以台北年华大街 也有做数位这一块 包括去年的 一些跟线上的合作 那现在也有跟线上合作 包括跟来永福的部分 那我们今年的部分 我们推出 我们台北市商业财业会 推出了数位3.0的计划 那就是包括 数位商业生活圈这一块 那也就是希望把我们的商圈 做一个数位化的转型 那非常高兴今天 有那么多的媒体来 给我们报道 那个年华大街的部分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已经被疫情困了三年了 那也希望 三点慢慢过去之后 疫情转化 那我们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那这是一定的 那我们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 商业处 在这一块的持续的 遗嘱帮忙 那我们的年华大街 越来越厉害 范围越来越大 那让我们的很多的商圈 都能够获益 台北地下街 后站商圈 华英街 园林街 东门永康 及四平阳光商圈 蒙甲夜市 宁夏夜市 联合推出年节装点或行销活动 让民众享受今年主题 过年讲究不将就 以及超Q萌兔的陪伴 在年华大街的这个时候呢 后站商圈呢 因为它是批发的 所以到后站商圈来买 所有的东西都是批发价 其实不太需要比价 因为后站商圈就是一个批发的大市场 那今年刚好是兔年 所以我们后站商圈推出这个兔子系列 然后希望大家有空到后站商圈来逛一逛 后站商圈年味的商品非常多 比如说像后站商圈的太原路 跟那个长安西路 专门就是在卖一些什么春联啊 红包啊 还有一些家庭布置的一些装饰 那都是非常有年味 然后如果说 台北市民想要除旧不新 想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年 就到后站商圈来逛一逛 没有试吃的话 民众大概采买的意愿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今年有试吃的话 我们预估的话 民众过买的那个意愿的话 应该会提升到两成四三成 对 民众大概都喜欢试吃一下 才会愿意采买 一般来讲现在的连结都差不多 我们大概都控制到一至两成之内 包括现在比较天气的关系的话 像鲍鱼罐头类 然后是说乌椅子 因为今年的产量确实是有少一点点 这长湖有稍微高一点点 两成多 今年我们联合大学有几个不太一样的 我们师傅团队的帮忙 我们结合了那一个金华酒店 因为现在我们开了 金华酒店把外国人 很多外国人也希望 感受我们台湾的过年味道 所以今年特别不一样的 我们结合了金华酒店 把外国人是不是来关一下我们的 人化大街享受一下 我们台湾哪个过年的过年的 那个机会 我们台湾哪个过年 再来 第二个不一样 今年呢我们那个当节在我们台北 十几年会到我们台北了 23年 好不容易 我们现在行政策判断 我们今年特别 结合我们的 零化大街 你看就布置 不管你们坐的 还是零化 都一样漂亮 来这 来地化街 不管来 零化大街 看 不管你过年前过年了 都很漂亮 来台北市就很漂亮 我要给我们 民众和外国人 来台北 来地化街 来够三千 将命有错 就是这么漂亮 这是我们第二个亮点 第三个亮点 今年 我们把我们的主灯 把我们的灯归 把未然街 往北街 总共 五只大肚子 哇 点亮了 整条 整条 迪化街 除了线上线下都可采卖 台北年货大街 也和迪化街 发迹的便利超商合作 推出限定猛兔包装 让民众感受最多元丰富的节庆氛围 台北年货大街 过年 没讲究不讲究 记者温君 台北报道 全世界最知名的兔子米飞兔来台湾了 这支由荷兰插画家创作的小白兔 数十年来风靡全世界 这次首开先例 与台湾艺术家们跨界合作 在米飞身上融入台湾自然环境 生态旅游 传统民俗 及人文特色 现在就透过镜头 带您一起走进米飞的异象世界 好可爱的米飞 随着音乐摆动身体 可爱的米飞兔一出现 就吸引全场目光 这次全世界最知名的小白兔 受邀到松原文创园区 Longestay举办特展 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次米飞兔首开先例 与台湾艺术家跨界合作 在米飞身上尽情发挥创意 配合兔年与台湾灯会 重回台北市举办 希望米飞兔创意公仔展 不仅应景 也能让台湾创作者 有机会走向国际 不管做什么样的IP导入台湾 最终的目的是希望 台湾的创作者 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能够走出去 所以那当然跟这个 有点像Cross Over 或是有点像联名一样 那我们希望先用这个 做一个尝试 松山文创园区是原创基地 所以我们很高兴呢 这次的这个主题 真的可以跟在地的创作者 设计师们共创一个新的 我们讲说新的一个IP的风貌 那我觉得说让希望说我们的 米飞兔这次的台北旅行呢 可以愉快 希望说可以再进认识了更多的台北的文化 跟台湾的文化 尤其这样国际级知名IP愿意开放 让人在他身上随意创作更是难得 也赋予68岁的米飞兔行生命 我觉得知道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国际级的IP 是不愿意让其他人在他的身上做文章的 这件事情一般都是国际IP 它的一个限制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主办单位 我是文创 他确实的创造了克服的各种可能性 在这边也要谢谢荷兰方 我们IP的授权单位支持了这次的提案 然后让我们这次荷兰跟台北 有更棒的一个缘分 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300件由超过200位艺术家 时尚学系教授老师与学生所创作的米飞公仔 彻底颠覆大家的想象 其中这个以台湾传统美食 红菇柜作为斗笠 手里还拿着筷子的米飞兔 就具体呈现台湾美食王国的特色 大学老师呢 他其实是把他最喜欢 自己最喜欢的红菇柜 他自己最喜欢 然后呢 他为什么会戴个帽子 其实那是斗笠 他是把红菇柜结合 斗笠的意象 做成一个合理的造型 所以这是蛮独特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放上筷子 就是他带米飞兔去体验一下 台湾文化的这个红菇柜的美食 还有正喝着珍珠奶茶 及头戴中正纪念堂屋檐的 米飞兔也超级卡哇伊 石虎米飞及地球米飞 则彰显自然生态保育的重要性 不过最吸睛的还是这一只 全身钉满螺丝钉的暗黑米飞 就是他一般通常都会有 阳光的跟黑暗的 他是黑暗那一面的我觉得 对 我觉得那个把钉子放在上面很特别 然后让我联想到南部有一个 也是观光的监狱 然后里面也是有用一些钉子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金属配件 也不是配件就是手练脚疗那些的 去制作的一些艺术品 我觉得蛮好的 本身有玩乐团的创作者王俊龙说 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只米飞 因此他连续48小时几乎没休息 将3000根螺丝钉锁在米飞身上 打造出震撼度十足的暗黑版摇滚米飞 就是idea是来自于他的嘴巴 米飞他的最大特征就是他嘴巴那个十字 对 我直接一点想到那个 那个 就是螺丝钉的那个十字 我说我把这个符号 扩散到整个这样 让他变成非常的那个 非常的硬 非常的hot rock 这名艺人铁夫则选择以烟火作为主题 希望为艺后新生活带来前进动力 通常化年啊 这种大型晚会都会有烟火 好久没看烟火了 我就想说这种正面的期望可以留给大家 我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创作 除了琳琅满目的创意公仔 现场还有全台独家的米飞光影互动体验区 民众在纸上作画在由工作人员将作品扫描后 荧幕上就会出现穿着游泥设计衣服的米飞兔 相当有趣 更有意义的是这些展品最后将会投入异败 所得全数捐给台湾11家儿童相关的慈善机构 呼应米飞关怀儿童的传统与苦衷 我们这次的展品会全数就是最后会投入慈善意卖 那所得我们会捐助给11个跟弱势跟儿童相关的慈善机构 既可以支持台湾创意又可以做公益 八大精彩展区还包括米飞小秘密的创作小师 作者原版画作等 还有米飞造型的台湾小吃让您视觉味觉一次满足 想要收藏米飞梦幻单品的玩家也能满载而归 三个月的展期邀您一起踏进超疗愈的米飞异想世界 开心迎接兔年的到来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为了要促进传统戏曲世代传承 传艺中心从108年推动传统艺术接班人 祝团演训计划 经过四年的培训迎来了第一届的结业十艺生 总共9团24人在结业毕业典礼中 齐聚亮相震线学习成果 二十四名结业十艺生轮番上阵 在舞台上施展所学 传艺中心传统艺术接班人 祝团演训计划迎来第一届结业习一生 包含前台后场 涵盖歌载戏布袋戏金句客家戏等多个剧种 每位习一生在严格的训练下 不畏困难与艰辛 经过四年将近六千个钟头的培训 将所学呈现在艺师与家人的面前 其实这四年真的是越走越感慨 因为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 就是有蛮多比较年长的艺师 就是逐渐地慢慢地离开 那我自己身边就有大概两三位左右的老师 就是离开了这样子 那他们的离开就是 让我们会觉得 我们必须要更努力地坚持走在这条路上 不管他有多辛苦 因为这样真的真的蛮辛苦的 有时候我们需要五点五六点就起床出门 到七点必须要到演戏的地方 然后一路演到晚上十点半才可以回家 那中间的时间就是你必须要去演活戏 在外面演名戏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理解你应该怎么样 在演活戏的过程中 后场的乐队应该怎么样跟前场做搭配 该怎么样去学习跟前场的演员沟通 该怎么样让这个音乐听起来更流畅 该怎么样让观众想要鼓掌 这四年来真的 老火老关 说实在的 我们都不怕 最怕是什么 叹得到朋友的支持 家人的关怀 这就是我们文化部各位长官 对我们的一些爱好 但是 今天去这舞台上 相信我们这些习医生 都有感觉到 长官老师们对我们的好爱 对不对 对 那吹风要讲的是 老师今天呢 在我们有限的时间 跟剧团呢 这样紧凑的时间之内 这四年来他们真的太辛苦了 真的当你刚说的流血对不对 流汗 流眼泪 对对对 所以该流的通通流了 但是还是坚持下来 这个就不容易 那老师要送给你们的就是 所送的这个东西的意义 扇子代表文系 法宝代表你的武系 希望你们以后文武双全 还有台前台后 你们都在帮忙 随时补位 那个就叫做得意双全 它越是经典 越是那一些名家 在观众面前达到的最高境界 你怎么来 我们知道要帮这个布里 要有宽心 传艺中心驻团演训计划 结合民间剧团与资深戏曲前辈 透过以眼带训 以戏代工的驻团实务训练 培育适合剧种生态的 新一代戏曲人才 希望透过系统性的政策 完善产业链 让传统艺术得以永续流传 传艺中心呢 在推动这个接班人计划 其实是把一条产业链 传统表演艺术的产业链 拉起来看 从人才的培育 展业 一直到就业 我们把产业链拉来看之后 就会发现哪里有断裂 所以我们就会开始用计划 去补这些断裂 然后能够透过文化部的支持 跟传艺中心的去执行 能够把这个表演艺术的支持 传统表演艺术的支持体系 一个完整的建构出来 今天的助团的延续 就是人才培育的开端 经过了四年的有成 我们接下去会为大家 在推动青年入团 所以今年的二十四位的习役毕业生存 有十三位 我若没有记错 应该有十三位加入了青年入团 开始你们正式正式的职业的第一步 也开始成为每一团的珍贵的资产 那么呢 如果没有加入青年入团的 我们还有宜兰的传艺园区 是一个呢 提供展演的一个机会的场域 所以我们也会有助援的 这个演出的机会 也欢迎呢 所有毕业生 脚步不要停 继续你们的生涯 继续走你们所想要的路 那再特别的也要说明一下 我今天特别特别去查 在108年有61位习役生 61位 只有24位 吃的苦中苦 毕了业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路上 你们绝对可以在舞台上发光发亮 成为人上人 先祝福你们 为什么今天会特别有一个受证典礼 我跟各位报告 也是很多文化界的人很担心的 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看在座作为很多的 这个大师级的义士 那么过去在他们那个年代 创造的 引领了一个一代 一个时代的风骚 创造了一个时代的 共同的辉煌的成就 但是呢 他们就很担心说 为什么都没有传习 是不是可以模仿法国 这个义士 大师级那种 一代一或一代多的 就是老师亲自受课 那我们跟他报告说 其实我们已经在有在进行 他说那我们为什么不知道 所以今天说特别一个公开的受证典礼 这受证呢 其实有几层意义 一个就是感谢我们大师级的 过去辉煌的贡献 同时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所学 传承给下一等 第二个也是我们 恭喜我们这个毕业的结业生 经过四年淬炼数千个小时的考验 昔日青涩的习医生们 即将成为独当一面的专业演员与乐师 传艺中心也将提供更多的舞台 让这群戏曲新秀 在传统艺术领域展翅翔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仁安基金会 邀请长期关怀弱势的艺人 浩子和阿翔担任爱新大使 献上年菜佳肴 希望能为韩式守住新年的第一餐 支持韩式吃饱三食送礼活动 将熟悉的旋律改编成韩式吃饱歌曲 艺人浩子和阿翔 响应仁安基金会韩式吃饱三食活动 担任爱新大使 除了展现歌喉 更为韩式献上年菜佳肴 今年六十岁的阿新 因为车祸脑出血 留下无法根治的后遗症 在医院花光了积蓄 家人不愿照顾便流落街头 在仁安基金会平安站协助下 慢慢恢复体力 而出道时 曾经走过人生低潮的浩子与阿翔 也深刻体会 希望呼吁社会大众共享盛举 为韩式守住新年的第一餐 他这些东西都只要隔水加热 或是直接打开就可以直接食用 那到底有哪些东西 我们也请两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像这个樱花虾米糕 隔水加热就可以吃到 我们传统的点心米糕了 所以从通常版的来讲的话 米糕是非常重要的主食 对哦 你前面吃一些什么 比如说也有北菜肉嘛 有北菜肉 北菜肉在家黄金白菜乳 黄金白菜乳 白菜乳通常都是吃在前面嘛 对对对对 差不多第五到第六到时候米糕上来就要吃热 米糕我们都一定有准备的 让这些韩式法好处理这样 过年总是要吃个滷猪饺吧 这比较棒 好像要让自己更加有富贵的感觉 贵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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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好啊 年年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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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肉有鱼 对 大家呢在过年的时候回家团圆 妈妈总是会有一条鱼 育尾鱼 祝福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要年年有鱼 那这些韩式也需要 是 我们也准备好了 对 来 还有 五福 嫩骨包 这包汤啊 对对对 包汤啊 这个天气这么寒冷 尤其是你看这两个礼拜有没有 超冷的 是能够吃到热热的最棒 喝个热汤啊 很好睡 对对对 好舒服 还有这个肉松 肉松可以保存很久啊 对 一直保存着 而且这个红火袋也是非常的贴心 然后大一点还可以保留着 对对对 未来还可以继续食用 没错没错 你要保一个身体 人参糯米鸡 哦 这个最棒 好 那有疼疼 对你看我们就是用这样子一个提带 红色袭袭的提带 把这年礼 这年礼六百块 六百 让这些韩式 哦 可以这样讲八法 今天这个活动就是要给韩式来一个热乎乎的尾牙 对啊 因为最近天气这么冷 它有一些它比较清寒的 或者有些是单亲妈妈还带着小孩 在这样子的天气 它可能没有一顿温饱 所以韩式想要跳出来 呼吁大家 我们今年的业绩值就达到四成而已 对对对对 尤其是到这个岁末年中 各个大企业都在办这些尾牙 对 那这些辛苦的韩式朋友们 他们也想要就是吃一顿好吃 对啊对啊 那在岁末年中 大家要有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大家一起来帮忙 就是今天的主题非常简单 红包五百块 五百块 那年礼 大家看到这个七样菜 六百块 对 让这些辛苦的韩式朋友们 可以吃得一顿温饱这样 呼吁大家 可以认你一个红包 也可以认你十个或一百个红包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对 有一些人他在受苦 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台北街楼出来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 他是在外面的 然后吹着寒风 他甚至要在外面这样过了一整个晚上 而且是每一个晚上 所以我们每天在看到的时候 我们受到直接 觉得我们该跳出来 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 这样帮他们送上暖暖的年菜也好 送上一个爱心的红包 这样让他可以吃得温暖 可以拿得很暖 今年的冬天非常的冷 然后没关系 有我们 有红包五百块 还有年里六百块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段话给大家 不见得是一定给韩式 韩式也受用 也许还有很多朋友也受用 就说你人在低潮的时候 你每走一步都在往上坡走 所以都不用害怕 大家都在帮助着你们这样 我们这次是第三十三届的 韩式吃饱三十活动 那这个活动到 今年是第三年 是用送礼到家的方式来做服务 那其实我们在疫情的这段时间 社会经济上其实是大家比较紧绷的 那我们在募款的过程 其实也是很紧张的 那到目前为止 其实基金会只有募到四成的费用 那其实距离我们活动开始 大概只剩下三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其实是希望说可以获得大家的肯定跟支持 这次活动会请到号角响起他们这个团体来 鼓励我们的韩式就是不要放弃 带给他们力量然后继续走下去 其实我们在今年是一整年下来都走得蛮辛苦的 对所以真的也蛮需要 就是社会的支持跟肯定 对希望说能够让我们在 明年在年初要发送之前能够达标 韩式吃饱三十尾牙活动 因疫情由伴着共餐改为一一轻送年礼 到服务个案手上 基金会期盼各界用行动支持 认捐年礼经费与红包 帮助弱势过好年 让温情满人间 红包五百祝韩式 年礼六百过好年 记者李奇会台北报道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式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根据卫福部统计 每三位糖尿病患者就有一位 衍生慢性肾脏病问题 但调查却发现 有半数以上的糖友 不知道自己有潜在的肾病变风险 因此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 台湾肾脏医学会 糖尿病卫教学会 共同针对糖尿病肾病变提出共照目标 提升病患健康势能与完整的照顾 糖尿病是造成肾病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血糖如果控制不佳 会不断伤害肾脏血管 长期可能导致肾功能恶化 根据健保统计资料 罹患糖尿病将增加14倍 因慢性肾脏病而住院的发生风险 台湾的糖尿病病病人 目前大概我们有250万人的糖尿病病人 根据一些流行病学里面 大概有将近20% 17到20%的所有的台湾病人 可能和病友糖尿病的肾病病 如果说再更进去一点 从台湾的P4P 照护品质 加助共照网的 这样一个比例的流行病学来看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糖尿病病人 有所谓的糖尿病肾病病 这当中我们当然也看到 每年的新喜胜的病人当中 台湾的新喜胜病人当中 有将近一半的病人是罹患糖尿病 所以我想糖尿病跟肾脏病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的密切 这当中的密切当然牵涉到 所谓的血糖的控制量表与否 还有血压的控制 还有许多的生活形态 血脂的控制跟药物的应用 都跟糖尿病的病人 是不是将来会变成糖尿病肾脏病病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过去当然我们也看到 有加入共照网跟没有加入共照网 其实在他们很多的临床的愈后 有很大的差距 这包括有加入糖尿病共照网的 那刚刚也看到了 我们加入糖尿病肾病病共照网的 它未来的肾脏病病的恶化 会减少百分之六十一 那我们从今天加入糖尿病共照网的人 它未来的死亡率 中风心血管的发生率 也会减少差不多四分之一以上 所以接受这样一个结构式的一个照顾呢 我想有它的临床上的必要跟重要性 那这个当中当然我们也让透过结构式的照顾 让提醒医疗端他应该要定期的对某一些检查 要去看然后要去了解 然后对于某一些的治疗的目标要去了解 从病人端来讲 他也可以透过这种结构式的照顾了解到他自身 目前所处于的疾病的风险到底是在哪一个阶段 他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在日常生活上面呢 应该要避免哪些伤害肾脏的这些药物行为等等呢 我想只有它的结构的这个照顾的一个必要性 在90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 所谓的糖尿病的所谓论质记策方案 那100年我们又推动了所谓的 出席慢性肾脏病的论质记策方案 那这两个方案呢都是各自独立的 那所以如果一个病人他有糖尿病又有肾脏病的话 他就必须要个别加入这个计划 那个别加入计划的话一方面对病人他的时间上面就是他必须要多次的来就诊 那对医师来讲他也是各自独立的照顾 那对病人的整合照顾来讲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方便跟好的事情 那所以那我们就跟各个学会来共同讨论 那学会里面他们自己也觉得应该是要所谓的全人照顾 那如果能够给予病人完整的照顾的话 其实对这个病人的照顾能够一方面效率能够提高 另外一方面品质也能够提高 这样子的话对病人来讲是最好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今年的三月推动了这个整合照顾的计划 那也的确在协会的协助之下 大家都觉得彼此之间应该互相沟通 那我们也很乐见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政府为了要支持跟鼓励这样的一个计划 所以健保署每年就额外除了原有的照顾 并且每次去看诊的照顾以外 我们额外编列了将近大概14亿左右的费用 然后让这些真的真心付出的医疗院所跟医护人员 能够拿到应有的给付 而且也鼓励他们尽量来参加这样一个照顾计划 因此推动糖胜公罩是未来趋势 糖尿病患者也需自觉肾战功能数据 了解肾战风险分级 糖尿病病有 平常是不是有所谓的泡泡尿 是不是脚会水肿 是不是有高血压 那是不是会觉得有贫血 会不会觉得疲倦等等 我想这个是平常对于肾战病自身的一些症状的一些警觉 当然很多的事情呢 糖尿病生病病在早期 它其实是没有症状的 那这个没有症状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透过筛检 那定期的筛检 才能够来知道我们目前生理的状况 那哪些筛检可以让我们知道 自己是不是处在所谓的糖尿病 肾战病的早期呢 我们透过妙医的一个简单的白蛋白的一个检测 还有我们这个计算杆 也就是生理的过滤率 EGFR的这样一个检查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目前糖尿病的肾病病 是不是有处在早期的一个阶段 当然我们也看到 对于糖尿病生病病 对于有蛋白尿 或者是它生理的过滤率 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的风险 到底是处在一个绿灯 黄灯 橘灯呢 还是红灯的状态 那这个部分呢 都可以提供在每一次的反诊的过程当中 透过检查 那我们病患糖尤 也可以跟医师做很好的商量 那接下来的去讨论 应该提供怎么样最适切的照顾 那最适切的照顾 其实在新的 这个我们糖尿病的治疗的指引里面 特别是针对肾病病的治疗指引 我们糖尿病学会 每一年都会针对这部分 做定期的更新 跟国际借轨 提供给糖尤最适切 最好的药物的治疗的照顾 糖尿病发病率中 年轻族群逐年上升 三个学会也立下提升病患 健康势能的合作目标 从小学开始 及早建立预防认知 防止糖尿病及肾病变发生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癌症关怀基金会 从2011年开始积极研发 能够帮助抗癌防癌的饮食指导介入模式 经过长久的观察 发现癌友们的指数进步 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可见健康的饮食生活 是抗癌的重要关键 癌友饮食指导专班 至今已开办共37个梯次 癌友们在营养师用心指导后 看到许多正向成果 及激励人心的回馈 他们透过每日撰写饮食记录本 包含餐食 饮水量 排便与运动等 经长久观察 身体指数与生活品质均有改善 今天是一个我们大概是 努力了12年的成果的发表 那每次我们看新闻都是 哪一位艺人疑癌过世 好可惜哦 那我们今天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让大家知道是 其实抗癌防癌很有方法 那这个方法是我们历时12年的研究 那已经办过非常多成 照过了超过1100位的癌友的 一个很好的成果 发现四大指标有改善 你只要能够把饮食掌握好 尤其是离癌的人 千万记得不要瘦掉 不管你本来的体重怎么样 如果你现在正在做治疗 期间是千万不能瘦掉的 那所以呢 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一定要按照营养师的设计 那设计好好的努力去达成 守住体重 这是第一个关键 当你这个部分做好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你就会发现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体重管理搞定了 比方说我们的藏果呢 太瘦的学员 哎 体重上来了 那再来呢 如果太胖的学员 也能够小心的减重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很多抽血指标有明显改善 你会看到我们很多人 就聚焦在癌症治疗 可是呢 三高怎么办 血糖啊 肝功能指数 这个很多东西都疏忽了 事实上这些指标 透过很好的饮食方式 不是只有抗癌防癌 其实三高这些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这个部分也应该一变照过 那我们的研究证实就是 哎 也可以有很好的成果 那第三个部分是说 我们的生活品质的部分 生活品质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努力的照顾他们 用爱跟专业努力的照顾好学员之后 你会发现他们自我感觉的这个 自我 就自我效能的部分提升的 自我饮食管理变得很好 那再加上呢 他也发现他自己 很像情绪的管控更容易了 整体健康的感觉 生活品质都有很好的提升 甚至睡眠品质疼痛或是这些不适的感觉 他都能够有一些改善 癌友饮食指导专班 能有效帮助大家抗癌防癌 切经医学统计分析 证实有效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的照顾对象是 我们是照顾癌友 所以任何什么种癌别 我们都要都欢迎参加 所以我们的癌症癌别种类有30-40种 但是统计下来跟我们政府的统计数字相同 乳癌是第一名 占了48% 那我们也很头痛 因为看到那个数据 年轻乳癌也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也有我们学员过来 那你知道新闻上看到好多艺人 30几岁年轻乳癌 甚至就失去生命 好可惜好惋惜 但是在我们的照顾当中 我们很多年轻型的乳癌患者的情况 都相当的理想 其实我们已经照顾了1100位以上的学员 这次的统计数字 因为包括我们的要送IRB的申请 所以我们统计的数字有701位学员 那包含北中南三区都有 是 对对对 所以这是史上的样本数最大的 那我们其实努力了12年 第一年在研发 然后一开始是 我们一开始照顾是照顾多久呢一年 那后来缩短成三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年的量呢 大概都可以照顾100多位的学员 北中南 那每一次照顾的学员 我们就会邀请他们上课 然后是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他们会上三个月的时间 最重要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根深蒂固 然后可能来自上一代啦 所以说改变饮食习惯是非常难 但是呢 它是可以改的 你改了之后 你就有希望 你就有机会 其实哦 就是我们的照顾方式 就发现他们的 各方面的指标变好 所以你今天会看到我们乳癌二期 现在已经十年了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领发癌脑转移 本来医生都要准备后事 他现在已经六年了 所以像这样的例子我们真的很多 还有最头痛的是胰脏癌 大家都知道你是癌王 我们手边照顾好几位四期的 那医生的宣判是三个月到五个月 但是他们都超过两年 那虽然最终生命还是会结束 但是你会发现整个品质 它可以再利用这段时间 努力去做一梦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简单来说 其实我们要教的方法就是 首先你一定要懂得 要怎么吃 吃什么东西 量要怎么控制 可是呢 我们每天吃的饮食当中 难免都会吃 吃得不对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扎根的方法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健康量 一个是就蔬菜水果坚果 打在一起 那你就把很常常没吃到的东西 都一定打在里面了 那另外一个是 就是所谓的高百豆骨浆 就是我们的豆子 黄豆黑豆浸泡煮熟 然后加上红骨杂粮打在一起 然后加上黑芝麻酱打在一起 所以这两分是关键 所以怎么样优质适量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教他们 然后每天检视他们的饮食记录 你发现越来越进步 然后从而有成效都跟着上来 那我们的饮食方法 实在很希望推荐大家 我们的方法就是教你 首先一定要三招四拾 那三招讲的是第一个 你的心情很愉快 很重要 这个干嘛都大家可以想见人知道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我们希望尽量选择食物 减少食品 就会减少很多风险的添加物 第三个是健康的四事 四件事情 第一个要多样 我们选择食物 我们就叫他们花七花八 要七个颜色 那再来呢 适量我们会叫他黄金密码 为选择设计好他的份量 再来是希望全食物 希望他尽量选择 比方说带皮 带皮的话就有齿化素 这个部分就会把营养素的含量密度 通通拉上 癌症关怀基金会呼吁 抗癌路不容易 越早落实健康饮食生活 更是关键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台湾近海的余货量 从1980年达到高峰后 开始下滑 农委会水产试验所积极富裕 至今保存了20种物种的原生种 这一次首度透过人工培育 成功富裕出黑猴 红猴等幼鱼 希望能够增加雨货量 改善渔民的生活 张大嘴的黑猴 咬住鱼儿 被拖带回上岸之后 放入水箱 进行富裕作业 养殖专家将黑猴送上大船 转移到大的活水槽 等靠岸之后 立即将它送入培育的繁殖环境 并架设水下摄影机 仔细观察 这一围围透明的小鱼 都是海洋未来的希望 黑猴的人工繁殖跟放流 都是全球首例 今年完成的全球首例 然后他们也是高经济 这次其实我们是从定期型 就是沿海最浅 做到沿岸型 做到大洋型 所以整个完整的生态系 这些我们现在都是优先用放流为主 就是让资源做充分的富裕 还有美台鲸 上海2000元的红猴 也是富裕的目标之一 台湾是继日本之后 第二个成功完成红猴 人工受精的试验 考量到全国的沿浸海渔业的产量 从民国69年的高峰40万公吨 现在只剩下大概16到18万公吨 这样的一个减产的幅度蛮大的 所以我们就尝试利用我们水市所研究人力 把海洋鱼捞跟养殖的人结合起来 来进行这个接力合作 他们海洋鱼捞的同仁 在海洋取得一些种鱼以后 然后就送到岸上 回到我们的相关研究单位去进行这个催熟 让他们能够交配孵化 近年来台湾沿海的渔获量下降 除了实施管制和放流措施 农委会水市所积极富裕不同的鱼种 至今已经保留20多种物种的原生种 其中黑猴的富裕更是创下全球首次 成功繁殖之后将幼苗放回大海 经过2到3年渴望成为种鱼 让渔民不再担心捕捕到黑猴 我今天就是要跟所有台湾的消费者报告 我们的水市所过去这几年 针对沿进海的鱼种的呼吁 非常的成功 那我左手边是暗熬 在后面我渔水下200公尺 还有400公尺 那做了这样的一个呼吁 最后可以放流来增加渔民的收入 其实我们沿进海的资源 从四十几万公顿到现在这几年 维持十五六万公顿 那水市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会把这样的所有的 二十几种的物种里面 那演化成果 那再回去放流 让我们沿进海的渔业资源 可以不要因为气候变迁 或是人为这些捕捞等因素而大幅度的减少 我想这个对粮食安全的贡献更重要 不管是高经济价值的红猴或者黑猴 经过富裕可以有效填充 我国近海渔业资源 增加渔民的收入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金融市长谢国梁为了要推动基隆到南港的台铁直达车 特别邀请交通处长一起搭乘清晨6点58分的台铁区间车到南港体验台铁通勤族的状况 画面上就是在台铁车里面的状况 挤满了通勤族 大家安静地搭车上班 金融市长谢国梁也跟通勤族一样体会这种通勤的感受 身体内有一大早起床的疲累 所以大家一上车就争取时间休息或是闭目养神 跟我们黄俊红 黄处长 他也是第一线 跟我们都在尽量一下了解通勤族 那今天没有特殊状况 跟各位报告 但是我们想推荐一下 我们目前在争取的这个基隆南港直达车 那这一班次 我们已经也有请黄处长 这个礼拜已经会前往国会立法院一趟 今天下午 跟立法委员这个洪梦凯的国会办公室 来讨论相关的一个事 那我们目前是规划希望基隆到南港 大家可以看基隆到南港 可以有直达的情况 那目前来说我们基隆会经过三坑 八堵 七堵 百堵 五堵 四堵 四科 那我认为七堵以后直接到这个南港的部分 其实坐驱证车速度也不慢 大概十九分钟 二十分钟 那不过就是我希望对于这个基隆站 因为基隆站是基隆四个行政区 是仁爱区 中正区 中山区 还有这个市区 他们会使用火车的主要四个行政区的人口 我希望每天最起码先从一般开始整点 最好是整点或固定时间来启发 可以到这个直达 右侧 我们今天特别来跟通勤族一起来搭乘6点58分的区间车 前往南港 那因为南港现在是主要转运转成的主要大站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来体验一般通勤族所搭的区间车 另外大家都了解我们最近也在积极的规划 想要推动基隆到南港的直达车 基隆的南港的直达车在我们的规划中 如我们过去曾经争取过的 是基隆南港中间不停一站就到 那我觉得这样可以替通勤族上班去南港的 在这个上班时间可以省下13到15分钟 预计22到23分钟就到 那现在坐区间车则是大概要36分钟左右 那我们自己想来搭乘看看现在的区间车 另外有机会的话也跟通勤族做一些互动 询问他们对于区间车跟直达车的看法 另外我们也在企围景标通处来进行民调 看一下我们的通勤族朋友对于区间车 以及假如有直达车他们的民意反应 因为我个人是认为这是有需要的一个 有效的上班专车 但是实际上的结果还是要看民众的反应 我们也会看民众的民意调查的结束后 来作为继续争取这个直达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 谢国良表示他能够了解这样的心情 因此他非常希望争取基隆到南港的直达车 帮通勤族再争取十几分钟 体验通勤的过程中 市长谢国良也透过直播跟民众问好互动 在充分了解大家的想法之后 他会努力的争取更多的协助 尽快来落实直达车这项政策 而基北通勤族每天辛苦往返 为的都是要养活家口 给家人一个更安稳的经济环境 因此交通处长表示 非常值得来推动台铁直达车 给通勤族一个更稳定的上班条件 陪同市长谢国良搭车的市政府交通处处长 王俊宏表示 台铁通勤比公路通勤来说 减少塞车的风险 准点的稳定率会更高 也可以让上班族避免迟到的风险 将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运输工具 我们主要交通处是想 市长指示就是说 我们来做一个规划 就是希望我们一个通勤 上班的一个直达车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从我们整个书运的 一个旅次的一个数据来看 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 大概八到九点 有一个所谓的输运的输运人次的一个量能是最大 将近一千五百人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一个专属的一个通勤直达车 能把这一个比较高峰的一个流量能量的部分 做一个输运 而且刚好这一个时间 刚好是到台北市属于上班的时间 那火车直达车它具有所谓的准点 直接到站的优势 所以对于上班族来讲 在上班的时候我想说时间比较好拿捏 也不会像国道客运假设有塞车 那个压迫性 焦虑性会比较高 就是我们市长指示的让我们市民好朋友 能安心的到站到台北以后 能安心的进到上班 整个的一个环境 王处长表示 他们会持续地收集各方面的意见 用同理心 依照通勤族的意愿来进行推动 希望能够符合最大多数通勤族的需求 让他们有一个更舒适 更稳定的通勤条件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岁末年终之际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结合基隆市乐活人生发展协会 特地在议员服务处 制赠美户弱势加户量和SGS认证 没有抗生素的安心鸡蛋 即春联和红包带 希望弱势朋友在过年期间 能够有小小的幸福感 排队拿到鸡蛋的弱势朋友都很开心 虽然只是两盒鸡蛋 但是在蛋价上涨时 特别能够感受到蛋蛋满满的温暖 鸡蛋然后可以来顶 你们自己觉得有没有很温暖的感觉 有啊 有啊 非常温暖啊 谢谢民众啊 岁末年终之际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特地结合 基隆市乐活人生发展协会 在中山区议员服务处 制赠美户弱势加户量和SGS认证的安心鸡蛋 以及玉兔城祥春联和红包带 希望弱势朋友在过年期间能够有小小的幸福 因为现在我们的景气也很不好 而且关于这个关怀之后是我们一项的主张 一项的活动我们在办的活动 谢谢 其实秉均跟我们乐活人生发展协会 已经连续四年都有举办寒冬送卵的活动 那这一次特别跟理事长来讨论 就是说我们寒冬送卵 希望可以送到人的心坛里面 所以这一次特别准备了我们两核的野生鸡蛋 来去发放给我们的低收入户 那未来其实若有足够的资源上 我们会再持续扩大 甚至针对中低收或者是身脏人士 都会来逐步的来去发放 而且鸡蛋是有团圆的意思 也希望在大家过年期间可以一家团圆 同时我们也赠送秉均特制的 玉兔城墙的春莲以及红包袋 这是希望大家兔年都可以过个好年 那未来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 虽然下着雨 许多符合资格的民众 还是骑车或坐车过来 而针对行动不方便骑车过来的民众 张秉均也主动拿给他们 请他们不用下车 展现贴心的一面 张秉均进一步表示 这一波发送鸡蛋主要是针对低收入户民众 从1月4号下午2点开始 到1月7号下午5点为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